国道5号公共艺术作品拍幕 在线雪碎伟大工程精神 第四届百大青农毕业受证 全国青农运动会在宜兰 宜兰大学连结苏澳镇南澳镶及大同乡 签署地方创生合作交流备忘录 尘埃起航闪耀自我 特教班学生守航登归山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9年9月23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刘耀珍 新闻首先带大家来看到大型的公共艺术 交通部高工局今天在国道5号 投城交流道的高架桥下 举办了公共艺术作品的开幕 总共有两件 其中在高架桥下的公共艺术 是雪碎倒坑的TBM 也就是隧道砖凿机 主题是平安回家 再借雪山隧道伟大的工程精神 国道5号公共艺术作品 包括有投城交流道高架桥下的平安回家 以及在苏澳服务区的流动的光合 两件公共艺术 以及民众参与计划成果展 在开幕典礼上 加农部长林家隆 县长林之庙 以及立委陈鲁珀 都专程出席盛会 共同见证国道5号公共艺术作品的完成 我们雪碎在2000年政党轮替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工程也遇到很大的困难 我知道前九年做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那后六年把剩下的三分之二完成 而最重要的就是涉及到我们雪碎 这个所谓的士林沙岩 怎么样去推进又有盛水 又有这么特殊的地址 2003年那时候岛坑 全线贯头 公宿后人乘良 我们今天使用这么方便的道路 要用感恩的心 这么多人开路的英雄 是无名英雄 留住历史 留住文化 有历史 有文化 有故事的宜兰 所以呢 这是一个最交通最便捷的 回家的安全的路 所以呢 这是要感谢我们这些工程人员 在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 然后这个TBM华丽转身为一个公共艺术品 我觉得这个是宜兰的骄傲 我们未来希望交通部能够接一点 能够以路进展到前所去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交通部亮丽的建设 其中为在头城交流道高架桥下的公共艺术作品 平安回家 为雪山隧道岛坑的TBM 也就是隧道砖掘机 当时造价高达5亿 为美国制造 这次花了一年的时间投入1500万来进行组装 呈现在众人眼前 为国内目前仅存的TBM 为贯通血税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传递着国道5号工程以及无名英雄的精神 让民众经由艺术家罗万兆的作品 得以一览TBM全貌 期待这一个新地标 可以为我们重大工程 未来的这个公共艺术 建立一个很好的示范 我也希望所有的用路人 不要那么急迫的 有时候从假地要到乙地 这沿路的风景 还有这么好的这些公路史 都可以让我们可以驻足休息一下 不一定都要赶路 加农部长也希望透过这次国道5号的公共艺术作品 在线雪山隧道 伟大工程的历史精神 呈现工程艺术以及文化内涵 也开创了国道公共艺术的新地标 同时也成为全国的公共艺术典范 宜兰新闻记者石市民财产报导 另外为了展现青农的辅导成果 农尔会一间在东山河清水公园 举办了第四届百大青农的毕业受证典礼 总共有147位青农完成了两年期的辅导 在农产运销通路拓展以及整体营收上都有提升 而全国青农的运动会也在同时举行 来展现农业的团结力以及活力 农委会推动新农民培育计划 临选出具发展潜力的青农给予两年辅导 而第四届百大青农共有147位完成培训 生产农业品项总计有395项 其中有156项是有机标章 而且经营面积累计也增加了202公顷 农产运销加工规模也提升 通路拓展收入也增加了2亿多 为了展现青农的辅导成果 农委会今天也在五节清水公园举办受证典礼 他也是在我们台湾的后山 第一个技术的部分 我想跟各位所有青农报告 只要各位技术有任何问题 直接可以找我们全台湾各地16个厂市所 我们所有的同仁都很乐意帮各位来协助 第二个土地的部分 农委会最近会把所有的土地 加快的盘点来释出给各位 第三个我想是各位可以最满意的部分 就是资金的部分 我想我们给百大青农 五年完全的免利息之外 一般的青农所有的贷款 跟各位报告 这几年的成长速度非常的快 各位只要在资金的取得 地利率的部分的协助 将来更重要的就是要让各位 有能力可以把这些的资金来产皇 因此必事项各位在生产的时候 不要只注重到生产面 市场通路的部分更重要 由农委会辅导各县市办理的 全国青农运动会 今年来到了第二年 全国17县市的青年农民来到宜兰 而宜兰人也以办喜事的心情来迎接贵宾 谢谢 有你们的到来倍增了很多的光产 那青年农民呢 是国家的希望 我们的台湾要是伊农游住 都要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呢 非常感谢我们农委会 曾吉仲 曾主委 可以来到我们的伊朗关 可以好山好水好环境的地方 尤其是伊朗关最最水 人最高益 所以可以说我们所招出来的农産品 是可以说让台湾全市 专国最高益战的农産品 所以可以说我们这青年农民 而且呢 今天呢 我们全国的青年农民 也都到了我们的伊朗县 让伊朗县呢 光彩琢磨 来自全国的 这些青农好朋友 能够来这边受奖毕业 也希望 回去以后 能够在我们各县市 把我们的青农这个组织 能够把它 发挥更好的一些精进的农员 也希望我们农委会 能够继续为我们青农一些技术也好 或是一些的资源的补助 能够多多的帮助我们全国的青农 全国青农运动会今明两天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 比赛项目有趣味竞赛 更选拔出精神总锦标 县长也期许 宜兰县青农在竞赛有好的成绩 将冠军奖杯留在宜兰 宜兰新闻记者黄珠汉采访报道 同样也是在农委会的指导下 宜兰大学成立了东台湾农业再生 雨业多元地方的经济枢纽辅导团 强化了农林渔木的辅导团能量 期望可以促成更多的创新美和机会 所以今天跟宜兰县地方创生 优先推动地区 苏澳镇 南澳湘以及大同湘 共同来签署地方创生的合作交流备忘录 3 2 1 Local Hub地方经济枢纽 正式启动 掌声 在农委会前主委林冲贤等人见证之下 宜兰大学今天和县内地方创生 优先推动地区的苏澳 南澳 大同等三乡镇 签署地方创生合作交流备忘录 希望将一大的资源导入这三乡镇 协助地方提升特色产业 让人口回流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团队 科技团队能够深入到乡镇 这几个乡镇协助这些乡镇 能够去撰写他们的这个地方创生的计划 那让整个宜兰县的这个在地的这个乡镇 都能够大家一起动起来 那当然不只是局限这三个乡镇 未来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处角 伸到县内各个乡镇里面去 那希望能够让地方创生在宜兰生根 那我们希望导入我们校内的一些资源 那协助地方在 不管在地方创生的规划或是提案上 我们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计划 那把学生带入到地方 让学生也学习到这个地方创生 怎么帮助地方提升这个地方的特色产业也好 或是我们最终希望把人口回流到 我们这个宜兰在地的这个社区里面 透过宜兰大学这样整个专业的团队 以及在整个宜兰县 他们在整个农业渔业的这些技术 来协助我们苏妖镇公所 来进行这个地方创生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powerful的力量 能够进入到苏妖镇来 我相信在于苏妖镇的这个推动地方 创生的这个整个路途 我们会走得更踏实 地方创生对我们 然后像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 我想未来我们除了在盘点自己的资源之外 可以整合我们各部落 可以整合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我想这个未来也希望宜兰大学有鼎力相助 宜兰大学期盼借由这一次的活动 让与会的人和宜兰大学辅导团 一起培养土地认同感 带动地方人 文 地 井 产 永续发展的生根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 龟山岛是宜兰县的精神地标 而宜兰县政府今年特别规划了 宜兰县的国中集中式特教班学生的首行 登龟山岛的活动 而兼由县长林子庙亲自来授旗 让这些学生们可以搭乘娱乐渔船出发 前往龟山岛完成这群折翼天使的梦想 一旦县国中集中式特教班学生 一早就兴高采烈来到了乌石渔港 在县长的授旗之下准备要搭乘娱乐渔船 首行来登龟山岛 这次参与首行登龟山岛的活动 包含了师生家长总共有105位来参与 其中还有多位是搭乘轮椅的孩子 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才能上到船上来快乐出航 我们经过了重重的困难 但是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同学们体验到 这个比较好的品质 能够让他们能够学习 然后让他们能够 也是跟我们的小朋友一样的快乐 健康然后快乐的成长认真的学习 那这些同学们大家辛苦了 尤其更感谢的就是我们这些辛苦的老师 太重不行太轻不行 拿捏的刚刚好 而且更感谢各位家长们 这些天使们要付出了很多倍的爱心耐心恒心 很多个心来照顾他们 这群身心障碍的孩子 常因为身体不变或是障碍程度较重等等因素 无法与同财同游 而无法建立彼此间开心的共同记忆 藉由这次来登龟山岛 完成这一群择翼天使的梦想 先政府期望借由不同方式的巡返 或是绕境线内在地文史古迹 自然景观等等 让这群择翼天使多多走出户外 迎向阳光并且闪耀自我 也能更进一步认识到龟山岛 达到生态观察 成长学习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道 中秋节就快到了 赏月跟吃月饼已经成为中秋节必做的习俗 而不同世代对于月饼口味的喜好也不尽相同 所以为了串联失智长者跟下一代的回忆 阳大医院特别跟蓝阳技术学院的餐旅管理科来合作 由年轻学子带领长辈来制作月饼 让大家可以跨越时空 来感念秋节的好味道 藉此也表达对这些长者的关怀 在南洋技术学院参理管理系师生协助之下 阳大医院社区长照机构团队 以及小规模多机能服务中心的学员 小心翼翼的制作蛋黄书 藉此让他们回忆小时候月饼的滋味 提供的果冻花月饼 跟我们的冰皮月饼 是提供我们长者一些低热量低负担的月饼 让大家吃起来更健康 念有困难的时候 在吃果冻花月饼的时候 希望它能够弄小一点 让它不会去夜到这样子 阳大医院希望借由这一项活动 让认知功能障碍的长者 透过怀旧回忆的复健治疗 拿到刺激脑部安定心神的效果 这活动最主要的意义是 因为每次过节 过年过节 这个对长者的记忆是特别的节点 他们的记忆当中都是以一个事件 一个事件这样来挑回忆 所以我们利用中秋节这个活动 再让他们加深食物和味道 这个节日的进行 来挑起他们的回忆 希望我们这些长者的记忆 流失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大部分我们的长者 对于过年过节的记忆 大部分都是美好的 也希望这些美好的记忆 留在他心里面会比较久 冤方强调 办这项活动除了帮助失智长者 进行复健 也借此呼吁为人 子女的年轻人 能回家陪长辈共度佳节 让他们感受温馨团圆的气氛 跨时空感念秋节好味道 赞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喜欢手工艺的民众有福乐 宜兰市公所为了推广译文 跟手工艺的活动 特别跟宜兰县首创美学推广协会 共同来举办体验活动 而首先要来登场的是 彩绘陶瓷 以及口经印章盒的课程 每一场是限额30名 两场都是免费 不过报名的时候 需要先缴交200元的保证金 再上课当天就会退还 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直接跟首创美学推广协会来联络 用铅笔在陶瓷品上画出简单的图形 然后上色 这就是陶瓷彩绘的课程 由柯秀芬担任讲师 9月15日将在民族社区发展协会来开课 大家来宜兰玩 我让他们画下宜兰的印象 那这就是我的示范 它是龟山岛 这样子客人很开心来宜兰玩 我还跟他们讲龟山岛的故事 让他们更知道我们的宜兰 口经印章盒课程 9月26日将在沙贝丽娜学院来开课 由油文却担任讲师 指导学员用花布来做成精致的盒子 里面可以放印章也可以放化妆品 这个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染 也可以用 比方说我们要有原住民的特色 我们就原住民的布来做 那也可以用新住民的 等于是说可以结合不同的地方的 因为布可以很多样 所以喜欢的布你拿来做 那你的就可以一个专属的印章盒 市长江中渊希望透过这一次美学推广活动 让在地美学发光 生活加温 这一次合作是基本的模式 未来将扩大运用范围 增进宜兰文化观光的结合 成为新型的美学潮流 让我们的生活美学可以提升 也将在地文化可以融入在课程里面 每一个课程有30名的一个机会 这30名的学员不用学会 我们只要收保证金 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可以在我们的在地艺术领域里面 结合我们的生活美学文化意涵 共同来融入 不只我们相亲可以共同来参与 甚至我们的学员也有我们的新住民 可以融入多国的一个艺术领域 首创美学是一种艺术 也是一种文化 更能够让所有世界各国爱好所创美学的人 大家集体起来 共襄盛举 脑力激荡 画出非常美的画面 能够透过他们的作品连结艺术 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 市民朋友能够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让所有的好朋友能够知道 他们的作品展现在宜兰市的各个角落 让我们知道他们的作品 是结合我们宜兰县宜兰市 所有的一些产业文化 把他们的这些作品画下来 记录下来 宜兰首创美学 爱家乡 爱文化 欢迎来体验 赞 宜兰新闻记者 賴福新采访报道 镜头找到东山 2020东山红茶文化季 今年规划了两场的 喝茶看歌仔戏的活动 原本没有打算要加场演出 但是在县议员谢唱会的争取下 蓝阳戏剧团9月26号会加码演出一场 吉人天象的区马 当晚的6点到9点20分 会在东山路浦的调讯宫 一起来喝茶看歌仔戏 东山香提前和相亲过中秋 在县议员谢灿辉的争取下 喝茶看歌仔戏的中秋晚会 9月26号晚间8点到9点20分 在陆浦调讯宫 邀请蓝阳戏剧团演出精彩歌仔戏 我们在今年的茶印花节文化剧里面 我们有两出的 很好的 由蓝阳戏剧团的戏剧 因为观众的要求 络绎不解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中秋 为了在轻团与 所以应付乡亲的要求 所以我们加码 加一场 这非常感谢我们贼餐会议员 在我们管政府才来政策 主流 家庭 一个戏剧团 9月26号演出的巨马为吉人天象 剧情描述一名穷书生 假冒有神算能力 后来仲冠陷入京师 为皇帝找回失误 演出诙谐有趣 而且现场也会邀请茶艺高手 来泡茶给大家喝 宜兰县剧团成立传承北 北馆戏 本地歌仔 传统歌仔戏及创新歌仔戏 推广传统文化 中秋前东山家常演出 邀您一起来喝茶看歌仔戏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来看校园的消息 罗东公正国小 因为疫情延后的70周年校庆 而校庆大会确定在10月18号登场 系列活动规划了千人剑走活动 感恩艺文业 还有今年更争选出了 朝气小超人的吉祥物 为校庆增添光彩 公正国小因为疫情而延期的 70周年校庆 确定要在10月份举行了 除了邀请杰出校友蔡新珍 为校庆代言外 今年更争选出校庆吉祥物 朝气小超人 象征快乐活泼与热心 非常非常的可爱 我们有看到大家的手肘在哪里 很难很难很难有机会 回到自己的母校 然后其实甚至就连回到宜兰 你说要再到校园里面走走逛逛 都很难有机会 对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 可能工作繁忙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真的很感动 就是有这个机会 可以再回到我的母校 校庆从9月25号开始展开系列活动 当天晚上7点在罗东展演厅 登场的艺文之夜 由公正国小玄业团 舞蹈班 同军 武术队 合唱 体操队轮番演出 展现学习成果 接着9月28号的活力千人健康走 号召大家来运动 走出健康与活力 好我想这一次的70周年校庆 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常说 它不是这个校庆 它不只是一个校庆 它是我们当各位同学的 海摩学习 让我们的校友 跟母校可以做研究 让我们公正国小 有更多的资源跟尊严 这个平台跟机会 所以依照这个核心价值的主轴 我们希望未来 在这个主轴之下 无论透过整个校内外的团队 我们的课程教学 我们的各项 未来的各项学校主题的活动 空间的改造 美学的空间的改造 乃至于学生整体的表现 我想这整体到最后 都是我们各位同学 我们一辈子的礼物 最重头戏的庆祝大会 则在10月18号举办 当天会有热闹的园游会 一起分享公正国小生日快乐的喜悦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新闻最后来关天气 跟中央气象表示 明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台湾北部东北部有局部性短暂震雨 气温有稍微下降 而东部东南部地区 下午到晚上有局部性短暂震雨 或是雷雨 便也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较大雨势 至于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午后有局部性短暂震雨 提醒明镜要特别注意 继续来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情形 明天一安地区是多云短暂震雨的天气 以太降级率预测是60% 气温是24到30度之间 继续要关心雨阶迹象 以上今天一栏新闻 我是刘耀珍 感谢收看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同学 再会 刘耀珍